叫死 别的明星出发巴黎时装周争起斗艳 王一博出发就像个出门去打球的网球小子 果然少年人的爱最赤诚哈 王一博头顶Locost与Spotty Rich的联名帽子D掉丝浮现身北京机场了 虽说D掉在凌晨两三点飞 但是机场还是人山人海 线上线下同步都在等好久不见的苦盖 王一博以最快速度过关 秒速跑了 但还是被扒出了全身私服 帽子的Locost联名以网球为灵感 将两个品牌各自的DNA对网球的热爱融入其中 爱成就Old School也爱新鲜 帽子后面系杰文字更是直接宣高Play More Tennis 舒适帅真的美食复古运动风融入法式优雅 日常舒适毫不费力的时髦灵感 既Spotty也Rich 包包是Locost2023网球包旅行带 富是Locost2024春季新款 一扒出来半夜凌晨10分钟断货 真不得不服王一博这断货能力 没错 带货牛到这程度只能叫断货王了 粉丝去实体店问 人家店员还回复说等7号官宣后再来蹲蹲吧 不得不说Locost这次真是有赚翻了 真的让一大批年轻人重新认识和关注了这条法国鳄鱼 这会儿估计品牌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感叹酷盖真的玩一行爱一行 王一博你的爱好大声 让高尔夫的时候 Only the fanciest of young men play golf 让网球play more tennis 打巴打巴看你出发也带了球拍 巴黎红土地的球场去好好打一场吧 正当以为高尔夫失宠的时候 原来酷盖里面穿的是鳄鱼的高尔夫款 可以可以 看出来酷盖雨露均沾了 新宠Locost争宠时 鞋子就端水给了香奈儿 没错 酷盖这次去巴黎时装周是两场大秀 这巴黎时装周终于等到王一博压轴出山了 酷盖非常低调 但巴黎估计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这不酷盖人未到粉丝的人鱼如约而至了 不知道今年酷盖会不会瞟到你 酷盖